希望联盟上台执政后大喊改革口号 呼吁国内各大团体积极参与新政府改革大业 5月23号星期三竞选盟2.0加入行列 顶替陈玛利亚出任代主席的沙鲁阿曼 早上10点半到伊尔汗大厦提成选举与国会改革建议书 给在这里开会的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 并由该委员会秘书扎维亚尤索夫接收 选举国会改革建议书 以执行的可行性来定夺执行期间 共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一百天内 二是两年内 三是两年以上 竞选门2.0的执行总裁叶瑞胜就提到 改革关键的第一步 就是要把毒瘤先连跟拔弃 第一个撤换选举委员会的委员 和成立王家调查委员会 这两个是改革的第一步 所以它不是最后一步 它是第一步罢了 只有这两步先走了 然后接下来其他的改革的步骤 才可能进行 所以我们觉得这两个步骤非常重要 那么西蒙政府必须在一百天里面 证明他们有这个政治意愿 去推动选举制度的改革 竞选门除了密切观察第十四届全国大选出现的弊端 也提议将选民年龄降低到18岁 并采用自动登记成为选民的系统 事实上竞选盟曾经提成类似建议书到国会 时任下议院议长丹斯里班迪卡阿敏 虽然赞赏建议书内容 但最终还是拒绝采用 抛新闻 朱惠敏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